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写一份改革建议 这都交上来了啊 咱们局里有人才啊 写的最多的写了六万字 跟长篇小说似的啊 写的最少的 六个字 别笑 那都别笑 就是这六个字振奋了我呀 哪六个字啊 才人 节肢 增收 这才叫真正的改革设想 这才叫以经济建设为公信呢 这六个字 把我们党组成员对改革的思路全说出来 这六个字是谁写的 就是我们财务科的副科长周云同志 杨本长 刚才打导致信的小伙子 一看就是个心手 得找个内行把它换下 那时候生活很单纯 在单位听领导的 在家听家长的 而我们家 所有人都听我哥的 哥怎么说 我们就怎么做 这是规矩 好的好的 这没问题 我最近 志平 志平 你妹妹来电话 让你赶紧到她学校门口的那个小饭店去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不知道 就是一直在哭 让你赶紧过去 好好好 我马上去一下 好好好 我们改革的试点 就定在财务科 有周云同志 担任改革小组的组长 前阁长 你协助一下周云的工作 这是你一妹给小明写的条子 这个字你认得的 他们两个是谈恋爱 这就是找恋 是你儿子先给我写的 那小明 是不是你先给我写的 你闭嘴 你说他写了字条给你了 那字条呢 没有字条就没有证据啊 谁还留着那个呀 我早就撕掉了 你这样说是不负责任的呀 只条是证据啊 行了 老杨 你说吧 这事应该怎么办 这件事传出去不好 我和我老婆的意思 是不给学校知道的 我们自己处理 重要的是 我要让他们的关系一刀两断 行 这是应该的 这是那个 小明在小眼的身上 花了不少的钱啊 你看 这是九月二十四号 两碗杂酱面 七毛钱 九月二十六号上午到公园 而且交通费啊 门费啊 一共那个 行了 老杨 老杨 你就说总共多少钱吧 那 一共呢 一百六四五块 四毛六分啊 哥 你不能给他钱 你闭嘴 来 老杨 老杨 这是八十块钱 你带着你的儿子先走 我有话要跟小明说 知道 改革的第一步 就是竞争上岗 财务科是个试点 竞争同志 限你五天时间 能干的 肯干的上 不能干不肯干的下 下去的人 到基层 没有二话 好 散会 来 让主委懒得说你了 你回去自个儿跟你一起说 好 回家 哥 你要跟我姐说 我就不回去了 那你还不回去了 你想干什么呀 让我跟你一块儿骗你姐啊 哥 我保证 我以后都不跟男同学说话 我一定乖乖地好好学习 再说 这钱也不是我一个人花的 是他自己要花的 现在要害家里赔钱 我今后一定听话 我不再让你为我花钱了 行吗 求你别告诉我姐了 我告诉你姐要知道 还不得气死我呀 现在得给我学个保证 保证你在上学期间 中学 大学不再谈恋爱 保证好好学习 行 我现在就行 好好好 打疼了吧 不哭了 不哭了 小刘 看一眼 来 让妈妈看一眼 小医生 谢谢你 谢谢我玩了孩子 谢什么 如果你回去 得好好收你的账品 你说你要生孩子 玩了签字 你恰恰说什么 头儿的请人算过命 生孩子时候不能动刀子 结果被我臭骂了一顿 要是再晚半个小时 你们孩子可就危险了 陈医生 你爱人正在会议室和李书记吵架呢 可准让你马上过去 好 我知道 好 那你好好休息 好 喝 大家都到齐了啊 好 我们开会 看得出来啊 大家都很紧张啊 你们的心情我理解 这一次科里改革啊 将有两位同志面临您的下岗 至于谁去谁流 能不能得到公正公平的待遇 我想是在座的各位最关心的 不过请大家放心 这一次主持这个改革的 是我们科的副科长周云同志 周云同志年轻有才华有思想 局长亲自点名 让他加入改革领导小组的 我想在周云同志的主持下 我们的改革一定会公正公平的 下面就请周云同志发言 讲讲改革的具体工作啊 根据市委市政府 1991年第一号文件的精神 我们财务科被定为 粮食局的改革试点 这次局领导下了最大的决心 决定改变干好干坏一个样 干好不干一个样 我们粮食局有65名职工 可能上岗的只有50名职工 我们财务科有9名职工 最后只有7名职工上岗 改革嘛就是从竞争上岗开始 在这个步骤 局领导给我们三个环节的安排 第一就是做个人 这三年来的工作总结 第二在这总结的基础上 通过领导最后的核实张榜公布 第三就是最后一项 我们九个人不记名投票 决定七个人上岗 两个人下岗 赵永明你好好说说 你请了两个月的病假去广东 你到底去干什么了 干什么 我去治病去啊 咱不能汇姬寄医吧 咱是大夫不假 大夫也不是铁打的呀 也生病了 我知道 咱医院是大医院重点医院 可是人外人天外天 咱也不能夜郎自大呀 那你说说 你得的是什么病 有那么严重吗 我那架条上写得清清楚楚的 我今天叫你亲口说 对着书记说 我不能光对着书记说 我当着大家伙的面说行吗 你怎么来了 别说了 你走吧 走吧 书记 我赵永明 得了杨伟了 学名是男性性功能障碍 笑什么 笑什么 都是不是医务人员 得讲科学 讲唯物 是吧 这有什么可笑的 主任 您这满脸的阶级斗争 您什么意思 赵永明 我看你今天 是不想给自己留面子了 那我也就不给你留面子 在这儿都别走 让大家听听 我看你 还质问起主任来了 讲什么科学 讲什么唯物 你看看 这是广东南水医院的调查报告 你压根就没有病 这两个日 你到广东 赚外快去了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质 这就矿工欺骗组织 赵永明啊 我看你就不配当医生 大家有什么想法 都说一说吧 我想我们的态度还是应该积极起来吧 改革毕竟是件好事 怎么都不发言啊 如果你们不发言 我可要点将了 这四五 你说说 又是我 说 这三年来我做了很多工作 我一共做了十二件大工作 二十一件小工作 我的第一件大工作就是 每天提前上班给科里拿报纸 我们科每天到的报纸有七份 上午到的有五份 下午到的有两份 上午到的我就上午拿 下午到的我就下午拿 我从来没耽误过 第二件大工作就是给科里打开水 调查我是吧 好 我谢谢你们 大医院的大夫 帮助帮助小医院 不行啊 赵永明啊 你为了过去广东赚钱 居然能够编出这种病来 你真的是不知休止 我看你啊 的确是有阳尾病 是精神上的阳尾 我现在代表组织通知你 扣发你全部病假时的工资 和全年的奖金 平直的事情你就更不用想了 从现在开始停止反省 些检查 赵永明 我告诉你 你等着在全院大会上做检讨吧 好 好啊 书记 我赵永明正式通知你们两位 我要调动 我要调到广东去 我现在就可以答复你 不批准你过去广东 你有什么权力 书记 我想你没这个权力吧 我现在凭你的态度 你的态度 我就不放你 调不调 调得了调不了 还真很难说 咱骑驴看唱本 咱走着瞧 你 你 这 你 李刚 该你了 我的工作呢 主要是负责咱们全市的粮库监管 四十五个粮库的月报年报 我从没错过一笔账 如果你们在座的 查出任何一点错误 我现在就可以下岗 主方 说过瘾了 你说你本来就错了 你在领导面前还挺有理 你没看他们怎么挤的我呢 你别管他怎么挤堆你 甭管他什么人什么态度 你说你买人领导到南方挣钱 你错没错吧 还有啊 你跟李老闹那么僵 咱俩在医院以后还怎么待呀 咱们不待 行了 你别藏着罗里了 我现在没跟我跟你说那么多 我现在到嫂子闹有点事 晚上你下班以后到大哥家吃饭 听见没有 我知道 你好好想想今天的事 好好想想啊 当会计要有会计证 可我没有 我只有努力 我从八十年代开始考 一直考到现在 我考了七次啊 我今年还要去考 哪怕去死 我也要把那个会计证给拿回来 王会计 说这最近三年的工作 以前的就不用说了吧 周云 对不起啊 你怎么来了 你今天怎么没去找我做检查呀 我等你一天 是今天吗 哎呦 我可忘了 哎呦 我们这改革开会实在是太忙了 哎 开会重要还是孩子重要啊 哎 我告诉你啊 这三个月啊 是最关键的 嗯 我知道了 哎 哎 嫂子 嗯 你们两个月搞改革啊 改革啊 我们院正在干 前两天 院里刚宣布了改革决定 严际医护人员收受病人礼物 对 你说 我们产科给孩子接收 他孩子生不来了 这产科家属总要给我们送红鸡蛋吧 嗯 这回不让收了 你猜我们怎么着 怎么着 院里不让收啊 我们护士长就到医院外面收 我们护士长收了 这叫什么 这叫改革开放院外收蛋 这叫改革开放 哎我这铃铛怎么又丢了半个 前两天你哥刚给我配完的 真是的 行行行走走走走 你挡着啊 挡着啊 挡着 干吗呀 挡挡挡 快点 快走快走 你还真熟了 来以后哎哩 可以湾 倒入嘴了 谢谢我 我吃饭 前一阵你跟我说 有明日得那种病 要去广东治 为什么骗我 当时我 有明我真得说你了 你说 你们院领导来找过我了 你装着得那种病 跑南方去赚钱 你这船出去丢人不丢人 我已经向你们院领导保证了 第一 永明在全员大会上做见头 第二 你们两个安心在医院给我工作 不许再提调动的事 听你的 哥 广东 也是共产党的天下 我们怎么就不能掉 那领导不同意掉 就是不能掉 永明要掉 自己掉 脂肪给我留下 他们都是大人了 你让他们自己做主 大人怎么了 他办糊涂事你也得管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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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今天你跟脂肪 他们生气的 其实是冲入我来的 是不是 是不是 老公小月 我是生气的气 你说你进了局里的改革林家桥组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不跟我商量一下 当初咱不是说好了吗 工作上的事会不干涉 要不然我管进行 管的事你别管了 我不管行吗 王助理今天已经找到我这儿 来替他妹妹敲情了 他不是在你们财管室吗 让人下岗这种事咱不能干 谁让他妹妹下岗啊 我一个人说了算吗 那得全科室投票啊 再说他那妹妹就该下岗 煎冷长滑什么事也不干 除了东家长西家短 试试飞飞 最大的本事就是这 走谣 行 我知道 我也了解你 小月 你是能力强 你工作比别人干得好 而且你心里也看不起 那工作能力差 可你想过没有 你让人下岗了 你让他们干什么去 要是有能力比你更强的 让你下岗 你怎么办 你想过没有 得将心比心 你换一个位置 想一下这件事 我就是赞成竞争上岗 项目科室是这样 天天坐在一块混 大家谁都不干活 这日子我过着烦 有能力的人 就应该比没能力的人 过得好 要是有人逼着我下岗 我活该 那就说明我能力太差 我心甘情爱下岗 你心甘情爱下岗 别是心甘情爱下岗 你说这得罪人的事 你就不能躲一躲啊 比你有本事多了 人家怎么不往上冲 就你往上冲 你别冲我喊 陈志平 知方说了 刚怀孕的时候 最容易流产了 尤其是不能生气 不能让人冲我喊 行行行 我切我自然行吧 那也不行 你对我好一点啊 行 行了 那你休息吧 走 你得哄哄我 行吧 那你休息吧 你不行 休息吧 休息吧 行行行 一编 你知道我可以 Г都离开篷中的杭 行啊 ları T strengthening 漂亮的杭 你觉得你们也想到 如何 哪两位同志应该下岗啊 科长 现在说这个不合适吧 是啊 不过周云啊 你我都是科里的领导 虽然是无级名投票 但是呢 作为领导 我想啊 咱们还是应该做到心里有数 你看这科里的啊 总共有九个人 你我呢 就占了去两票 我有个想法 如果呢 你和我 各在影响两个人 这样咱们就可以 把控这个投票的结果 省得出乱了 科长 这最终还是由投票来决定吧 不瞒你啊 我倒想好了两个人 这第一个呢 我认为这个初速 他的工作能力太长 如果要是给他换个地方呢 可能是对他好 再一个呢 有人跟我说这个王快 不过我想啊 还是吕刚同志下岗合适 吕刚 可吕刚同志不管是他的学历 还是他的工作能力 在我们科都是数一数二的好 你怎么会想到是吕刚呢 是吧 今天直方还特意给我打电话钉骨 说这三个月啊 是你的未享期 在家里家务不用再做了 上下班啊 你也别骑车了 我负责送你 在单位上班你也得小心一下 咱可千万不能大意 不能出任何问题 我说话你听见了吗 来 你说什么 说什么都没听见 想什么呢 今天我们科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 说为了同一思想 问问我想让谁下岗啊 你没说让谁下岗啊 我没说 这事不能我定啊 本来就不应该这样 统一思想 这对谁都不公平 我也觉得心里头挺奇怪的 姐 我可不是想着我哥 你们科里那点事都闹了多久了 我都看明白了 这晃你往前冲图什么呀 图个年年先进啊 小孩子家家的 穿过这事 嫂子 晓晓说得对 一个先进咱值得吗 每年两块肥皂 一个毛巾一个证书 也就这样了吗 不值当的 嫂子 如果你喝出一声寡 咱把烂摊子收拾好了 收拾干净了 给咱讲个两千三千的 疯了你 真敢想两千三千 那值得当了 不是 嫂子我觉得吧 你说你这怀疑 刚三个月这是最关键的 你又容易流产 所以这段时间你最需要静养了 看看 不是我一个人说吗 你说这全家老小的都能看清楚 怎么就你看不明白呢 那你让我怎么着 不干了 就不干了 别干了 干的干吗呀 一点意思都没有了 不是我要干 是局领导直接开会就宣布了 我能说不干吗 你别拿管他们的一套来管我 还开会 是 你们也是 他让你说你就说 没有 没提醒 这还真不是大哥传达的 我们建议 就是啊 你呀还老觉得自个儿聪明 我看全家哪一个都比你聪明 就属你笨了 这点事都看不明白 就让人当枪使着 脑子都用哪儿了 小盈 都关门小心点 别老加人家脑袋 叔姐 这检查我也做了 储存我也挨了 奖金我也扣了 你什么时候放我走啊 我都跟你说过了 你和你爱人调动的事 院里不批准 那我就跟着你 你跟着我也没用 院里不会批准你去广东的 叔姐 您忙您的 我不会影响您的 赵雨铭 你这是干什么 您不放我去广东 我只能睡这儿了 你 赵雨铭 我告诉你 你这种行为后果自负 我我我负 我现在就负 您慢走啊 我说啊 您还真要住到书记办公室啊 我住这儿怎么了 你说你怎么了 你丢人不丢人呢你 我丢什么人呢你 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赵雨铭 你干 老婆 你干吗你干吗 你干吗 不不不给 我丢不起这人 给我 咱不丢人 我告诉你啊 他一天不放咱 我就住那一天 一年不放咱 我就住那一年 要不你把铺盖过了吧 你睡藏沙发 我睡桌子 我真的 这是我的计划 快给我 给我 赵雨铭送开 我不送 你送不送 你不送是不是 我不送 行 你给我等着 你等着你给我 志芳别真生气啊 哥 哥 哥 怎么了 赵雨铭又惹事了 他还是想我们调广东去 一直要求调动 可是院领导不同意 他就拿了被子 搬到书记办公室了 我劝了半天 他实在我劝不动了 你 混蛋 走 是龙院长吗 您好 您好 我 打扰了 打扰了 我是常兴的赵永铭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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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的 调令呢 我收着了 可是我这儿出现了 小小的一点问题 没事 没事 是这样的 我跟您汇报一下 我们医院啊 觉得我跟我爱人呢 是人才 死活不放 没事 没事 我现在软磨硬泡我们领导呢 您放心 再给我们一点时间 我肯定能把他们的工作做通了 什么 人才引进政策 那 您听我说的意思对不对啊 就是 即使我们 我跟我爱人是什么情况 您那儿都能够帮我们解决 是不是 太好了 太好了 只要调过去是国家干部 我们肯定过去啊 好好好 好 那龙院长 那我就等您的好消息 哥 到了 我 志望 邵小明 您怎么出来了 那是什么话啊 我不是坐牢 大哥 您是不是对我进行 传统的革命教育来了 不用了 我刚才啊 想通了 真的 我不调广东了 真不调广东了 我真不调了 你既然想通了 那就好 本来还想跟你好好谈谈呢 大哥 咱找个东西吃吧 我就是 我食材饿坏了 我 走吧 该说的我也都跟你说了 你自己去想吧 不是不听你的 你说 只要这样的人下岗 我心里也难受 其实像现在这样 干多干少一个样 干和不干一个样 人浮于事的 这不行啊 这企业不得垮吧 这就不是咱们能管得了的事了 干吗 我还真生一切 我还不是心疼你 行 不说了 明天还得催着永明 去跟他们书记道歉去 别再让他下了岗了 现在真是乱了套了 有人哭着喊着留下来的 有人哭着喊着要走的 我听说 好多人现在都去广东 说哪能挣他钱 那还不都是风貌麟角呢 那那么多人吃过瘦来 你看不见 咱不求大富大贵 咱们就这么小日子过着 不是挺好的 你说咱儿子长得什么样啊 生出来了 肯定像我 像你就完了 像我还差不多 书记 主任 我是志芳的哥哥 为我们这次的过错呢 我带着永明 来向你们赔礼道歉来了 鲁鲁 你说话 书记 主任 我 我错了 我知道错了 你知不知道 你这次在医院的影响 是很恶劣的 这叫我们以后 怎么去约束大家 你说 赵一鲁同志 广东再好 你去的地方 也只不过是个镇医院 是 他们的起点高 设备硬件都比我们好 这我清楚 但你知道医院靠的什么吗 是靠传统 光靠设备是没用的 这一点你比我清楚 永明和志芳 是业务上的监测 我们不想放他 这是实话 改革开放 人才流动 这是很正常的 你们有这种想法 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你们放心 我们会尽所能 把大家的福利待遇搞上去 看你们书记 真是有水平了 你也表个态 我知道我错了 我愿意接受 愿意对我的任何处分 你现在态度很好吗 还有 二位领导 这是我们一点心意 这是干人吗 拿回去 拿回去 这是应该的 你说这件事情 让领导们 操了这么多的心 还有 永明直升问题 二位领导是不是 再给考虑考虑 四五里刚 吃早饭了吗 没吃 姐 有没有发现 有什么不对啊 什么不对啊 我是说 你们课里的人 对你怎么样 怎么了 好 你是不是说过 要从四五 王会计 老刘和吕刚 他们四个里边 选两个下岗 我没说过呀 谁跟你说的 你别管我听谁说的了 反正 是从你们财务科传出来的 你到底说没说过这话 周姐 科长 周云 有事 你为什么把你说过的话 栽在我的头上 我没有啊 那天是你说的 要考虑初四五 王会计 或者是吕刚下岗 我没有说 可是现在在外面传 是我说的 这是为什么 是啊 是我跟你说的 不是 他怎么能传到外面听 我现在就是在问你这个问题 这 这里面一定有人在中间造谣 你会不会 跟谁在外面又说了吧 我跟你什么都不会说 我跟任何人也什么都不会说 周云通证 这里面一定有人在群众中造谣 你快坐下 你帮助我好好分析吧你 究竟谁在群众中造谣 周姐 我来就是想问你 这次下岗 咱们科到底什么标准 一桌有我是吧 这事我说了不能算 再说你 你来问我 你这不是难为我吗 四五 你是领导 你就不能网开一面呢 不管这标准怎么定 你就相信 一定是公平公开的 我早就听说你已经内定是我了 你在意公正合理 那肯定是我 姐 这颗里属我没本事 你要把别人裁了吧 人家还能自谋出路 你要是把我裁了 你怎么活呀 这事是我说了不算的四五 你别听你这姐在这胡说 她有什么权利让别人下榜呢 往大了说 你这工作是国家给的 我忘了小哥说她就一副科长 她就是被别人当枪使呢 那扣扳机的 还是你们科长 说什么呢你 我就说我应该说 你一副科长 你有什么权利 让人下岗啊 什么事你都往上冲 九一年的时候 我们还很傻 很多现在一眼就可以看明白的事 我们却看不明白 干什么呢 从粮食局改革的第一天起 姐就成了众矢之地 你你确实没有说我让谁下岗的话吗 根本就不是我说的 我们科长找我谈话 这些话是他说的 他把他说的话 栽赃到我头上了 王八蛋 我明儿就拿着这石头找局领导去 我看他怎么说 你也甭找 你找局领导有什么用啊 局领导找他谈话 我们科长能承认吗 他能承认他栽赃陷害吗 我说 我温馨无愧 卑鄙啊 卑鄙无耻啊 大家看看这个石头 好好地看看 仔细地看看 昨天晚上 就是有人用这块石头 砸了周云同志家的玻璃 这是威胁啊 是赤裸裸的威胁啊 我在这里告诉这个人 竞争上岗是挡不住的 扔块石头挡不住 杀人放火也挡不住 我还要告诉大家 我们局党组 坚决支持周云同志 百分之百地支持 那个砸玻璃的人 我们一定要查清楚 我们查不着 让公安局查 我就不信了 扔块石头 就能挡着我们竞争上岗了 无记名投票 照样进行 我就是要把那些不干活的人 混日子的人 干着毛坑不拉屎的人 统统拿下 绝不承软 局长 把那些不干活的人 统统拿下来 我们大家呢 都没意见 我也表个态 我吕刚啊 举双手赞成 不过呢 咱们这竞争上岗 是不是得公正公平啊 竞争上岗当然是公正公平的 我们采取吴锦兵投票的方式 就是为了公正公平 那要是有人在这个 私底下拉汪接火 搞小动作 向咱们这个改革小组的领导 走后门 该怎么办 你看我干什么 我又没造后门了 嫂子 咱咱家玻璃那人 揪出来了没有 对啊 揪出来没有 揪出来什么 你们也都是一个单位的 算了 过去 别啊 这种缺德玩意儿一定得揪出来 揪出来之后啊 摁得地上 轻的 用破鞋抽他 抽他三百下 太缺德了 重的 判他三五年都不为过 都是局里的七锅子八打仪 不揪出来还好 揪出来你怎么见面啊 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算了 这话后的 现在是在火山口了 到此为止吧 哥 志华姐在北京有对象了 又配我心啊 又参与歌姓 怎么不配啊 又 干吗的呀这是 是志华姐在北京体育大学的同学 叫李玲啊 哪儿的人 甭管哪人 跟志华接风啊 他就得回长青了 怎么不好看啊 别拆你歌姓了啊 这孩子 行 去 烧水去 下鸟子了 把手洗了 太丑了 不像老头吗 你看哪配啊 这下我放心了 我不是咱家最丑的了 姐 您回来可不许这么说 不是不是不是 请这个财务科的同志们注意了啊 关于这个选票的事啊 我再说明一下 这选票上 有你们九个人的名字 如果你们认为 谁应该下岗 就在他的名字后面 打上一个勾 但是 咱们这选票上 他只能打两个勾 也就是说呢 如果不足两个 或者是超过两个以上的 咱们这个 选票就是一张废票 大家都明白了吧 明白 局长 咱们开始了 那好 咱们现在就开始投票了啊 咱们那个财务科的同志们 把这个选票 打完对勾之后呢 放到这个投票箱里 就请先自行离开会场 在外面啊 休息片刻 咱们呢 一会儿会把这个选票的 投票结果 写在这个黑板上 好啊 那么咱们现在 来 开始投票 来 开始投票 来来来来 吃瓜子 吃瓜子 来吃 四五 只要你按我说的去做 我保证你不会下岗 我就是按照你说的去做的呀 可我还是担心 不会的 朱云啊 等一会儿选票结果出来之后 经过财务科的改革工作啊 希望你多替我动脑筋哪 好 我会的 同志们 咱们这个投票结果出来了 大家可以进来了啊 同志们 咱们这个投票结果出来了 大家可以进来了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